哈喽大家好,我是牛叔叔 前几天我刚讲过了天际星战争 里面提到了正义联盟的三次危机 那么咱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其中的第二次 被历史学家称之为 机械超人之战的超人之死 在正义联盟组建以后 大都会的居民们 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 上班吃饭休息 看正义联盟修理罪犯 自从可以守望全世界的 亮望塔建成后 地球的安保工作 也基本上由正义联盟接管了 平平常常的小罪犯 都彻底放下屠刀立立腾佛了 过散了平淡的小日子 没办法 真干不过超能力者呀 只有一些真正的超级罪犯 可以凭借掌握的 各种神奇高科技武器 继续在外面 没必做待 而警察们 拿的依旧是挠羊 也做不到的小手枪 那么有人就问了 既然蝙蝠侠和钢古啥的 掌握了那么多高科技 就不能帮警察 做点厉害的武器吗 何必都用小破枪啊 不好意思不能 如果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 都让普通人干了 那超级英雄 还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 还怎么聊三 在家待着不得憋疯吗 憋成超级坏蛋了 你负责呀 好了输归正传 这次案件是犯罪团伙 劫辞的市长夫妇 警察们赶到后发现 这几个劫匪 都穿了肩膀可摧的盔甲 不仅力量强大 甚至可以发射激光 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所有人 只有老警长 还不死心地 向罪犯不断开枪 我要争取到 在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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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啥用没有 就在罪犯想通下杀手的时候 突然一道红色的身影 瞬间撕碎了罪犯的盔甲 是他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小超音 在超音强大的力量之下 几个罪犯不是一将之和 吹哭拉朽般就被解决了 围观的人群 马上赢了上来 高大威猛 又温柔亲切的超人 在人民群众心中 有很高的感染力 无数人 以能与大超相识为荣 人们放心地 把自己的安危 来清理战场的钢谷 却发现了异常 他扫描发现 这些人穿的盔甲 竟然都来自于天启星科技 但又有所不同 几人拿着盔甲残骸 来到星城实验室 这里是除了伟恩集团 卢瑟集团以外 科技最顶尖的地方 在钢谷父亲的研究下发现 这个盔甲的确是天启星科技 但又与地球元素完美地融合了 这是一种超过了 钢谷身体强度的新金属 能创造出这种材料的地方 寥寥无几 不用说 应该是来自于卢瑟集团 大超也不废话 直接拿着碎片 飞到卢瑟家里问话 自从他之前 想要对付超人的行为 败露后 光头卢瑟就一直 被政府软禁在家里 但超人心知肚明 以卢瑟的手段 自然不会甘心被困 但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就是卢瑟到底 大超只能口头警包了卢瑟一不热 被我发现了 可没有你好果子吃 另一边 超人一直在努力 让地球人更加接受了解自己 他邀请了路易斯来到星星实验室 这里存放着曾经带他来地球的飞船 里面储存了克星的所有基因资料 其中就包括 他想让路易斯报道的 关于超人的亲身父母 完事以后 超人抱起路易斯 飞向星球日报 此时的路易斯 还不知道大超的真实身份 超人只是以克拉克的身份 在与他谈恋爱 DC宇宙最神奇的 不是各种外星科技神奇能力 而是超人的眼镜 哪怕是侵入恋人 哪怕是经常抱在一起飞 路易斯也依旧没有发现 克拉克就是超人 当然这也归功于超人严格的保密工作 他非常清楚 一旦让路易斯知道自己是超人 那将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安全问题 即使是以克拉克身份 与路易斯谈恋爱时 他依旧保持着距离 从不谈论自己的事情 但这却让路易斯非常不爽 自己的男朋友一直有事情瞒着自己 再加上闺蜜一直在旁边嚼舌头 路易斯甚至一度想与克拉克分手 他本以为在克拉克邀请他见父母时 事情会有所好转 但宴席上克拉克依旧扭扭捏捏 巴巴的路易斯早点离开 这下路易斯彻底伤心了 也让克拉克不知所措了 在一次正义联盟的会议上 别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休闲生活 蝙蝠侠要参加达米安的家长会 而闪电侠要结婚 闪电侠早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给了伴侣 他觉得婚姻本就要共同承担各种问题 要是度逆的时候才告诉人家 我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那估计离原地离婚也不远了 闪电侠的会议价值观让超人羡慕不已 思来想去 他也决定向路易斯告知一切 另外一边 卢瑟果然没有老实地待在家里 他通过一小手段 轻松地解决了追踪器问题 卢瑟一直致力于外星科技的研发 他始终不愿意把人类的安全问题 交给一个外星人 但好在他已经不再把精力放在对付超人了 而是致力于防范一切外星生物 除了研究类似于开招盔甲那样的武器装备 他还专门建立了基因研究室 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研究性DNA 他创造出来的生物都扭曲不堪 除了一直在沉睡的初号 记忆似乎一直在成长 而最近他发现了一个新东西 一个长得好像胚胎一样的陨石 穿过了虫洞 向地球飞来 几个可怜的宇航员不幸被陨石砸中 当场去世 整个空间站也被砸着粉碎 他们到死还坚信着超人会来救他们 哪能想到大超还在解决感情问题 陨石砸进了海底的深坑中 陨石立马雇用了一队海底搜查队前去调查 但在海底一万米的深度 这里不是人类能轻易靠近的地方 因为那儿是亚特兰蒂斯的一盘 调查船碰见了亚特兰蒂斯的巡逻队 可还没来得及离开现场 那个陨石砸落的深空中 就发生了异动 一个身穿宇航服的奇怪生物 当场将几个亚特兰蒂斯战士撕碎 四肢与血液四散在海水中 调查队的小船也惨遭毒手 而如此巨大的牺牲 只换来了神秘生物的一张自拍照 等到海王带着军队赶到的时候 怪物早已离开 好在海王拥有与海洋生物沟通的能力 在鲨鱼的带领下 他找到了怪物的登陆点 按方向看 怪物的目的似乎是大都会 正义联盟的挤人立刻出动 准备半路拦截 如果放任怪物进入人口密集最高的城市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而此时的超人正在和路易斯吃饭 餐馆的老板是超人的小迷弟 八台正中间摆放着他与超人的合影 他向二人侃侃而谈 自己与超人是如何认识的 等他终于消停了 克拉克鼓起勇气 向路易斯表露了真心 我就是超人 I'm your father 路易斯起初还不相信 嘲笑克拉克为了复合 竟能想出如此荒诞的理由 但就在克拉克栽下神奇眼镜后 路易斯终于被震惊了 他仔细地想了想 克拉克长得这么帅 身材又好 运动的时候从不流汗 而且总是在超人前后脚出现 从来不同时出镜 仔细想想 好像一切都说通了 就在大超想对路易斯深情表白的时候 来自电视台的电话 打断了二人的浪漫时刻 怪物正在入侵大度会 并且不少正义联盟的成员 已经倒下了 路易斯挂的电话 刚要把一切告诉给大超 才发现超人已经离开 他把那句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 我爱你 留在了纸条上 难道整个正义联盟出动 都没有阻止怪物吗 非得打扰大超谈恋爱 没错 就是这么夸张 就在怪物刚刚来到一个小镇时 先赶到的鹰侠与蝙蝠侠就正面出击了 附带着魔法的锤色砸在怪物脸上 可对方竟然毫发无损 害怕靠近的鹰侠直接拉下敌面 几个重拳就让他失去一势 随后赶来的是绿灯侠 秉承着葫芦爷救娃娃的基本思想 绿灯侠拒绝了蝙蝠侠等待支援的体力 我绿灯侠天天遨游宇宙 这种怪物对我来说就是吃早饭 每天撒二十个都不嫌多 眼看着几个正面战力都不敌对手 智将蝙蝠侠只能亲自上阵 与对方周旋 几个蝙蝠炸弹精准的落在了怪物脸上 终于炸开了他的宇航服 看见了他的真面目 不是别人 正是毁灭日 蝙蝠侠自然不是毁灭日的对手 只能边打边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随后赶来的闪电侠 钢古海王 依旧不是毁灭日的对手 闪电侠一顿瞎他们飞 然后被一拳扎晕 钢古被生生扯断手臂 火星客最初还能与之周旋 却也被扔进加油站后失去意识 只剩下神奇女侠 挡在毁灭日面前 他用尽一切战斗技巧 与毁灭日对抗 可这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收效甚为 甚至来自于亚马逊的神剑 也在铁拳之下 寸寸断裂 神奇女侠还想用真人套索 让毁灭日投降 可对方根本思想空空 脑袋里只有凄烈与杀戮 宛如一个战争机器 就在战亚娜束手无策 要被一拳终结之时 超人终于赶到 看到超人来了 一直强诚的战亚娜也远落过去 超人是他们最后的支援 也是整个地球最后一道防线 他不能输 毁灭日与超人撞在一起 他竟然也在不断的进化 甚至学会了使用热视剑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超人入了下风 罕见的流出血来 二人从大都会一直打到旧金山大桥 超人只能勉强抵抗 而毁灭日却在不断的变强 天空中路易斯也在直升机上 一直现场直播 好不容易超人用钢筋 锁住了毁灭日取得先机 一个熊孩子却为了捡游戏机 走到了坍塌的桥堆下面 超人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用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 扛下去时 但毁灭日也挣脱了束缚 用进化后更强大的力量 让超人不断吃饼 人们从来没见过超人 被打得如此狼狈 全都期盼着他可以像过去一样 转位为安 超人也在用尽各种办法 尝试与之对抗 从陆地打到海上 再从海上打到天空 可这毁灭日似乎是无敌的 即使不会飞 也能在空中反击超人 将超人狠狠摔在地上 这里毁灭日的破坏力 绝对是超神级别的 连火神的神剑都能一掌排退 何况一把的超能力者了 其实这也反向 证明大超的战力 绝对要远高于正联的其他人 这种级别的战斗 老爷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 蝙蝠侠猫起来了 还有我 关键时刻 一直积蓄力量的卢瑟 找到了亮相机会 他驾驶着丑的出奇的战甲 准备和毁灭日大战一番 可问题是 他对力量根本一无所知 从来都是纸上谈兵 真正的面对外星生物时 他那个狗屁战甲 根本就挡不住几拳 好在他为大超 争取了几秒钟的喘息机会 狼狈的大超依旧在硬撑着 被毁灭日像玩具一样 摔摔达达踩在脚下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个弱不惊风的女子 却勇敢的向眼前的怪物 丢出了石头 路易斯 他带着与克拉克 或是超人共同赴死的决心 正式挑衅毁灭日 似乎也在告诉大超 什么叫做爱 卧槽 都这种时候了 超人必须小宇宙爆发了 凝聚身体所有的力量 用出了惊世害人的一招 老太太钻背部 哭插一下 就把毁灭日的大脑袋给掰折了 可毁灭日的利刃 也刺穿了他的胸膛 造成了无法恢复的重伤 最后超人与毁灭日一起倒下 倒在了路易斯的怀里 印着超人飙着的披风 飘散在废墟上 像极了那个曾经飞扬 在城市上空的红色身影 人们为他举行了葬礼 他是真正的领袖 真正的英雄 把别人的安危 扛在自己肩上 每个送行的人 都流下了热泪 超人被安葬在大都会的中心 由于他的身体不会腐化 他将永远地守护着 大都会的人们 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卢瑟因为帮超人 争取了几秒钟的时间 被政府特赦无罪 他又开始了 自己对外星生物的研究 甚至承包了用火箭 把毁灭日扔出太空的项目 并且在其中作梗 把毁灭日的尸体 留存了好几天 而路易斯再次来到了 星城实验室 这里的飞船上 有克拉克的很多信息 很遗憾 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缅怀自己的爱人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飞船突然飞起 在天花板上炸出一个洞 向着超人的遗体飞去 等路易斯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超人的棺果 已经空了 而一个身穿披风的红色身影 在空中一闪而过 消失在了夜色中 另一边 卢瑟不为人知的 基因实验室里 一直在沉睡成长的 初号机突然苏醒 打破了机器 逃了出去 他是敌是友 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咱们下回分解